其他那些制裁 那些最近都說 國內都有一些幾亂 說在鬥 傳就傳出來 曾慶紅那裡說他 我就不看這件事 我覺得都是你黑強後面有一幫人支持他 如果將來真的押襲的政權有什麼三長兩短的話 就應該是支持 你是年輕的嘛 比起曾慶紅 那個機會就在那裡的 但是他又抓不到他的腿 所以應該是有一批人 有一批元老 舊的官員 就是站在李克強後面 看看吧 不過軍權都還在雜首裏面 就不是那麼容易 看你們有問題想問我 我就說 講回制裁 我知道你們最有興趣制裁 我一來到美國 我就說這樣 我的建議 我神經都可能講過 我說給30天 給30天的警告他 就是說一定要香港恢復回 當時我還沒有講自治 我還在講這個所謂真抱船 雙真抱船 就一定要香港恢復回 給30天的警告他 如果他不做的話 就是要拿港幣和美金 直接不換得美金 直接取消了那個swift 那個差不多是我兩個 我理那個時候一個月前講的東西 我說如果再不行的話 再進一步 六十天之後 他再不做的話 就制裁了他大陸 當然美國那時候 都沒有現在那麼激的 都沒有那麼激的 當然他們說 就不敢 想都沒有想 現在看樣子 他們在想著 起碼香港在想著 怎樣不讓香港換 因為他們需要在香港打一場勝仗 這場勝仗 他如果再不打的話 特朗普那個名望就真的不斷下來了 他在香港 和大陸打就沒有 這個是很大的動作來的 但是香港打一場勝仗 對他來說就不是那麼難 損失又不是那麼大 所以他這件事 我的看法 就是香港這場仗是值得打的 而且要贏回一場場 對他的選情 對美國人的士氣 整件事 對我們都是一種幫助來的 也是給台灣看 台灣是第二戰線來的 香港第一戰線 第一戰線他都不讓步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我們會盡我們的力量 就是香港這場仗要打得好 雖然這個是額外任務 不過現在沒有辦法了 現在變成這場仗是最重要的 我下個星期就約了副國務卿 就談什麽呢 談這個機制 所謂這個熱線機制 熱線機制就是 你們譬如用廣東話傳圖片 傳什麽 口頭報告 或者有些文字的 即是說一個普通的香港的老百城 可以 譬如用那個Telegram 用Telegram就報 報了情況之後 我們這裏美國就找一班香港人的美國律師 就拿他寫成英文 寫到法律 寫到通 就合乎國務院的標準 然後拿這件事就遞去給國務院 有了法律的意見 說這件事是所謂真的 因為怎麽呢 我們老百姓不是律師 老百姓講講講一輪 你可以遞上去 差不多得像壯子 壯子要有人寫的 現在 幸好我們有一班年輕人 他們未決定報復老身分 所以我不講他們的名字 他們願意用律師的語言 英文寫好東西 遞上去 它第一單已經寫好了 就是關於炒大姚亭那個 我們要求制裁那十八條小子 還有他們家屬 記得家屬 家屬更重要 更加壓力 我們的封信寫好了 下個禮拜第一封就交上去 第二封就譬如我們抓四個人那班選舉主任 那班選舉主任應該就是第二批 我不管他們有沒有選舉 早知你DQ 我們就侵犯了我們人權 之後有沒有選舉 這個不重要的 重要就是你侵犯了我們那十二個人 不知十二十三個人的什麼 你們要受到制裁 那這些選舉主任 我的看法 他們都已經是預料了 肯定是他們找了些人 但是你不要忘記 現在就是美國 如果英國都制裁了你 你就大件事了 那些人 你可能跟美國可以脫離關係 但英國你就很難脫離關係 那當然將來還有歐盟 歐盟 日本 韓國 全部台灣自然 全部會參與這件事的 那看看你 除非你打算在香港回大陸 大灣區人做大灣區人 否則都起作用 那這個應該是第二單 那第三單是什麼呢 就是你延期了一年 你延期了一年 哪幾個是負責的 老實說 林鄭、鄭麥華那些 那些就當然了 什麼她都是了 她的國安法那裡已經衰了 所以那裡還說沒有誰 你們看還說沒有有關的 延期一年 那個行政會就衰了 那些你不用想的 那些更受制裁了 行政和部分的立法會就沒有 沒有拘捕國安 所以立法會會受到什麼制裁呢 我都不是很清楚 但是行政就已經衰了 那他們肯肯定有了 那這個第一單是戴耀廷 第二單就是那個 抓四個人那個 抓四個人那個 那個 有一個叫李俊華那個 那個人要受制裁的 跟著DQ我們又要受制裁 是不是 跟著通緝 通緝這件事就要看了 就是要看誰負責了 要看誰負責了 到時誰是上到庭那裡所謂 我們叫做檢察師 是不是 就是主控的 剛剛不是有條主控的人說 那個人將來控訴我們那六個通緝犯 是誰負責這件事 你們盡量提供那些材料給我 我們現在有班人不用我自己做的 我只不過拿些資料交給他們 他們整理 那我們那條熱線呢 我就希望八月份就要數好了 就拿它遞上去 然後那些證據比較確鑿的那些壞人 我們建議被人制裁的人 我在節目那裏 就肯定唱壞的全家 無得談 這件事我們可以做得到 還有他們現在在華盛頓有班人很支持我 有班年輕人很支持我 我基本上都 基本上很多地方都 未必願意出面 因為大家有家人嘛 都明白的了 但是他們在行動上支持我一樣的 那些不關於通緝這件事 我就有些不太順氣 為什麼沒有我的名字 就好像 有些人就說 沒有你的名字 你是不是共產黨牌來的 是不是 為什麼大陸那些網易上你的東西 都沒有被人刪走的 所以這件事就好像有人說 當然我不管了 不過當笑話這樣說 我看一看這些問題 我可以回答 制裁一定來的 我盡全力去搞它了 但是我一定要為了我們整個制度才對 這場仗都是差不多的了 好像說現在連俄羅斯都在幫忙 都不站在大陸那邊 實際大陸有時候做些事很差的 因為我最清楚 去跟俄羅斯談生意買些武器 10樣買回來都是用來抄的 那些俄羅斯人很生氣的嘛 普京就沒有辦法了 因為同樣俄羅斯買石油 又買天然氣 它就沒有辦法 拿頸就命 但是整個俄羅斯人對中共的印象就差得不得了 說它又抄了技術 又偷了技術這樣那樣 所以這次它一轉身就去幫印度 根本就是軍方和武器製造廠 它們根本就是很討厭中共的 它寧願去幫印度 出兵去幫它們了 所以中共真的沒有朋友 完全沒有朋友 德國就不是 五眼聯盟 照美國內部消息已經不是五眼 九眼 已經同意了 不過就沒有出聲 有很多人不想承認 因為承認了就得罪了美國 所以這個所謂五眼聯盟這件事 就是一個秘密來的 那我就不出聲 我可以猜 日本已經在裏面了 台灣已經在裏面了 韓國在這裏考慮 實際我在內部聽到 已經是九眼聯盟 不是五眼聯盟了 已經全部很多有其他國家參與了 歐洲也有其他國家參與的 根本就是 總之中共沒有朋友了 李桂華 要搞李桂華 它是負責抓那四個人的 所以這幾件事 現在我們如果啟動了 啟動了那個所謂的熱線 我們將來就可以一路輸入去 因為它國務院沒有這些人懂得聽廣東話 又要跟你明白香港 沒有多少個人 所以這條熱線很重要 又要保密 哪個報料那個人 我們要上法法保密 所以一定要做到非常好的保密 最好我估計這個Telegram 好像是俄羅斯的軟件來的 中共就破不了 但是這個是不是最好 我們還會考慮 但是so far 我們覺得這個Telegram就比較適合一些 還有那些老爸找兒子 你們知道的了 那裡不講得太多了 免得害死人 還有些什麼 你有什麼問題回答你 哎呀 你們這麼碰槍 搞得我不好意思 那時候 二萬多人在這裏帶我 真的 哦 錢啊 錢真的不要發開一些境外銀行 就是匯豐這件事 真的很嚴重 就是很痛苦 匯豐 所以它都是要分拆的了 歐洲分拆出來 然後香港 大陸可以賣了它 香港呢 那些民主黨的社群政府 一定是很難的 那些人民的道は 若然是政府難以來 當然沒有理由他們的金字去本身 在一個大陸的人 說法 它是政府的 就是政府的 罪了 政府的政治 國人的機制 就在美國的政治 國人的政治 社群政府 因為這幾個很強的 可是現在的很多人 就宣佈了 你們去哪裡了 但是 warm 也不太強的 所以很多人都在這裡 根本不是沒有匯豐去報他 匯豐因為前幾年給美國罰了三百多億美金 不是開玩笑的 開玩笑之後 他自己請了一間公司專門跟他做檢查 這間公司自動會去報給美國聽的 所以華為這件事根本就是一間公司 就算是匯豐去報 他都是盡了他的法律責任 但是中共就說他出賣了華為 哎呀 要不要講 所以跟這些人沒有辦法講法律的 這班根本就是沒有辦法講法律 你要他們講法律 真是要三代之後 就是他已經是那種完全沒有法律意識 他就總之幫共產黨就叫做愛國 幫共產黨做任何壞事他都叫做愛國 所以你怎麼跟他說呢 我現在沒有辦法跟他們溝通 他就是 它就是 所以就是我扯遠一點 當摩西帶了一些猶太人 猶太人在埃及做奴隸 帶了出來 好像四十幾年在那個沙漠那裡 一直不接受到 等他們換代換代換代換了 換了一兩代之後 才接受到現在的巴勒斯坦 那時候才懂得怎麼學回獨立生存 所以我們香港人就懂得獨立生存 國內的人呢 就是等著共產黨 每個月七人員工給他 完全不是一件事 所以就真是跟他們合作 真是很痛苦 很痛苦 尤其是講到這方面 賺錢當然可以 但是跟他們合作都是非法的 賺錢那些全部都是非法的 譚為主是壞人 我現在都敢講在這裏 你不用怕他 我不用不怕他 他通緝我更好 方便一下我這裏做事 通緝了一年 有了個鹹頭 不要受通緝的 那些人馬上就不會懷疑你了 都不用曾經問底 如果不是一班中國人來 在美國政府裏面 他都防下你 因為中國太多間諜 所以我如果有個通緝的東西 那張紙給人看 這張巴勒很洗得 所以我很不公平 為什麼不通緝我 日本人都改變 現在都改得很厲害 不過日本人也是我們東方人的 就是我們香港人的精神 也是瑜伽的精神 什麼都聽政府講的 所以他就不懂得去自我思維 他們見到那個大漢奸的名字 就好像覺得很景奇 在美國這個是很普通的 因為每個人都應該要有獨立思維 日本人真是沒有獨立思維 所以我對日本人 有點… 就不要講了 日本人有意見 對大陸人更加有意見 日本又是這樣的 就是什麼東西都是跟著傳統造詞 傳統造詞就是不用想了 是吧 還有日本的制度還是西雜 如果你看到那個首相 他的父親 祖父那些 祖父那些 全部是搞政治做首相的 本來就有機會做首相 你說日本有沒有靚人 有 那些是民間的人 在大學裡面很多很多靚人 但是他們永遠都進不了那個圈子 那個權力圈子就是給他們那批所謂貴族 他們就是他們當自己是那些什麼 就是那些什麼 你知道日本 有些天王還天王 跟著有一幫人很有權 他以為他是那些 所以現在我要跟那個大漢奸 要跟他鬥 看看是誰大 有沒有什麼其他問題 我都記得可以問答一下 沒問題 今年中共會不會忙啊 看一下要看美國 所以現在什麼都不用看 只是看美國怎麼出手 其他那些沒什麼所謂 香港發生什麼都是一個過渡 是吧 當然我們要關心 但是你要看有決定性的東西 就是美國的權鬥多重 那些權鬥多重就是我們改變的很快 但是你說中共帶時間一拖 中國就很多詭計了 現在基本上 很多人真的 很多都是他買通的 在美國政界裡面 民主黨後面的錢 民主黨現在後面的錢 他經過兩條渠道 一條就是Bloomberg 澎湃 共產黨不會直接給他們錢的 因為他給了兩家公司 一家是Bloomberg 一家叫做黑石 給他賺了很多很多錢 在說幾百億美金 那賺了就叫他捐錢 那他捐錢是合法的 所以整個民主黨 實在是那些來源 所有反特朗普的錢從哪裡來呢 就是他們有幾家賺很多錢的 共產黨令他賺很多錢的 然後叫他們去支持 他們美國公司支持美國 就是天公地道 所以這件事就告訴你 就是中共後面搞鬼 特朗普現在已經清清楚楚 有了證據的了 你看到他昨天前天 直接這樣說 他說你要我輸 你看著 直接已經抹了面 今次澳洲外長 還有國防部長來到 就給了一些真的證據 剛才10點前 我已經說了 孫力軍去年搞我們香港的人 搞我們去年的黑白 即是元朗事件 還有那些大陸那些武警進到來 穿香港那些警術那幫人 後面就是孫力軍 孫力軍就專門夠膽 他是國安部長 還有610那個主任 他就夠膽搞跨境 原本就不准的 他就銅鑼灣事件 蕭建華事件 去年那些武警進到來 又謀殺又強姦 就是他做的 他做的 但是他這些人 就很多敵人 就算在公安部裏面 那些公安部長 那些跟他都是敵的 因為他做事是很牙策的 那些人不理人的 他就夠膽做 這個所謂跨境犯法的事情 誰知道他很敵人 那時候武漢這件事發生 他又派給大家過去 他最大權 公安就是最大權 整個武漢的所謂公安 由他負責 那他乘機就拿了證據 實際他們跟江西邦 去年已經是很密的關係 所謂P4 P4、P3 跟他的老闆叫孟建柱 已經很密的關係 所以孫力軍去到 今年年初去到武漢 就拿了證據 即是說那些隱瞞 和通電話 即是武漢和中央的領導 通電話的錄音 被他拿了 拿了之後 還有那些病毒在實驗室出來的證據 他真的有證據 他真的有證據 我告訴你 那些是聽說來的 不可以當成堂證據 孫力軍拿到那些可以成堂的證據 就找人拿去給他老婆 在澳洲 知不知船尼迪 誰知道中間被澳洲情報局截了 截了之後 澳洲就立刻立刻反應了 就說要追究 你記不記得 澳洲是第一個說要追究 二、三月就說要追究 因為他拿到孫力軍的情報 當然 跟著共產黨說 為什麼澳洲這麼清楚 共產黨一直追追追追追追 追回去孫力軍 四月份追到 都直接拿回相關 所以孫力軍 說他你做這些事 根本就是違反了那些紀律 共產黨有紀律 你未得到上面同意 你去香港這個執法 所以現在香港 除了最近這個國安派的人入來之外 但是那班 去年那班無警的是不在香港 所以為什麼後來比較少了些 少了很多 黑警的問題少了很多 所以這件事現在美國真的得到確確實實的證據 燃麗夢很多人相信她 她說的東西是真的 但她不在現場 她沒有一手證據 又沒有呈堂證據 所以郭文貴都花了很多年 我沒有所謂 她經常都沒有 但他們那邊 不懂得法律 又是不懂得法律 她以為有個這樣的證人 肯出來講話就得不夠的 你知道美國人真的要有那個可以真是material witness 她講英文就不是material witness 不夠關鍵性 但現在有了 特朗普就沒有了 所以我們現在看的是好事 這個絕對是好事 所以我們覺得這件事 軍事行動都會提升 記住我說這件事很重要的 你知道了 我的資料來得很散 我又不會坐下寫一些東西 我不是不會寫 真的要寫話很浪費精神 我寫得的 如果真的要寫就寫得 不過我實在沒有這樣的精力 這件事就是所謂的南海 馬六甲 這件事真的是在來的 特朗普就很生氣了 因為你拿他一生一世的最重要的那個 就是要搞好美國經濟 是嗎 你拿它破壞到你 上個季一季好像整年計 但是不見了30%多的GDP 很嚴重的 中共當然是假的 中共不見了65% 如果美國不見了30% 中共不見了65%都不止 所以它就說 還說有進步 你不要說就不要相信它了 我的看法就是美國不只是在制裁方面 這次就不客氣了 直接是有軍事方面 現在白宮裡邊基本上已經沒有跟着腳了 現在整件事都交給這個四人幫 四人幫 就是反共四人幫 你知道那四個了 蓬佩奧帶頭 但是所有東西呢 它們所有對付中共的東西 就經過一條管 那條管就由大漢奸負責 這個就是現在的情況了 好不好 講到這裏,我看有沒有什麼重要的東西要回答,有時間 總指,我沒有了,我知道有件事 我們真是人這麼生氣,這些臭小子, 好厲害,但是要擊人玩具就行了 南海什麼時候打,我的看法還是九月, 香港黑警有份殺人,都有可能的,有些真的跟大陸有關係, 但是去年那些真的,大陸那些人不少, 好像他們在沙頭,我不說名,他們好像在沙頭角那邊換衣服來換去, 去年,不是今年,就在沙頭角那邊入來的, 是啊,還有,就我可能不知道都有講過, 就我昨晚還講起一件事, 我說就,我就說香港希望, 第一,就是作為一個,好似新的聯合國,一個這樣的地方, 可以就有一個所謂人權法庭, 人權法庭,就是說,我說大陸那些共產黨, 犯了這麼多,這麼多,就是,反人類的罪行, 那麼,審一百年都審不完, 而且,如果這個法庭在外國,言語問題,距離問題,都是問題, 如果將來,就是打到它趴在那裏, 我們香港,除了成立這個,所謂一個新的聯合國之外, 就是,由新的聯合國來保護我們那個,叫做什麼, 主權,叫做, 就是保護我們的主權, 我建議,還要成立一個總部, 就是新的聯合國,什麼叫新的聯合國呢, 就是,我前幾次都提出過,叫做天賦人權, 現在美國,現在蓬佩奧,想搞一個新的聯合國, 現在那個聯合國都爛了,被中共搞到, 根本就裡面,根本是一個貪污大集團, 那麼,他們想,現在,譬如,和美國同樣有普世價值的, 所謂天賦人權這個價值的, 就成立一個新的國際團體, 那麼,就準備,這個就代替了現在的聯合國, 那我就知道,我一直都跟蹤,我跟蹤了一年了,這件事, 那我就昨天晚上就和大家提出一位, 不如我們香港做這個總部,是吧, 而且我們還可以成立一個人權法庭,是吧, 專門是針對過去的七八十年, 那個中共犯人權,那個反人類的人權,是吧, 就要追究,我說,一定要追究,所有人犯的事, 不可以這樣,質質博又沒有件事, 現在整天都是這樣,我說退黨不夠的, 退黨,退黨只不過是說你後悔的意思, 可以重複,就是說重複,但是你退黨之前都之後, 你做個壞事,一定要追究到底, 比如我們香港有這麼多壞事,是吧, 現在呢,就是靠制裁, 你們就靠你們工廟給我,我隊上去,靠制裁, 但是這個不是長遠之計的, 長遠之計一定要追究, 追究意思就是上庭,高他們上庭, 所以我就建議,靠制裁有個法律, 因為香港有個法律基礎, 我們講到什麼,雖然現在暫時被中共破壞了, 但是如果真的,將來光復不是那麼難, 因為我們香港人知道什麼叫法律, 所以如果在香港建立一個這樣的人權, 或者叫天賦人權法院, 就是全世界那些人, 誰違反了這個人權的話, 剝奪了別人的人權, 就要拿他們來這裏審, 我覺得這件事呢, 你看到我說話,好像說到很虛無那樣, 但是我是針對美國人的理想, 很多人呢,老實說我們每天賺錢, 就沒有空去想理想, 但是美國人, 因為它實在是很富強的國家, 它有一幫人, 和有能力去想這些理想的事, 不只是賺錢, 因為美國實在很富豬, 富豬到不得了, 不需要怎麼休息的, 吃東西是他們的收入裡面的很小部分, 而且他們沒有我們香港人那麼餵食, 所以他們不會花很多錢的, 變了他們去想這些理想的東西, 我們還談到那些希臘, 他這個天賦人權怎麼發展出來, 所以我現在在這裏, 我會一步一步, 我拿思維講給你聽, 不要緊, 共產黨不懂的, 我講你聽, 聽都聽不懂, 最基本的, 他除了權盾是什麼, 我一樣聽得懂的, 所以我現在講的東西, 我不怕人知道的, 而且沒有什麼秘密的, 就是要追求迎合他們將來的理想, 這個理想實際真的只有美國有, 他願意花這麼多錢, 你做這麼多東西, 他就是實際他都在追求他的理想, 跟利益沒有什麼關係, 根本跟利益沒有關係, 好嗎? 我今天講到這裏, 浪費大家這麼多時間, 不好意思講得很耍, 但是這很多東西, 就是有, 你們不要以為我講了, 就是不要只是講那些什麼, 報復制裁那些, 那些是要做的, 但是你們一定要明白, 人家為什麼要做, 他為什麼這麼做, 那你只可以知道他將來怎麼做, 好嗎? 不好意思, 我下個星期, 跟他們開會開整天, 我會向你報告, 多謝多謝, 多謝多謝, 拜拜 加入榮譽會員, 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 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